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在当下 孩子能够见你康康长大 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 妈妈快快乐乐的 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不同的诠释 同样的感动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2012 让我们为爱 共同出发 综艺频道 想幸福出发 特别节目 温暖中国 颁奖晚会 重磅推出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大型电视活动 让我们习惯起来 推荐身边的好人 有爱要大声唱出来 行变中国 寻找身边的感人故事 温暖推荐团 亲情推荐身边的好人 让我们每生命起来 推荐身边的好人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 让我们用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们为身边的爱 与坚持加油 让我们为生命的 美好和精彩努力 推荐身边的好人 温暖中国 珍堂生命中的感动 获重获爱 传递重能量 让我们共同见证 人间真情时刻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颁奖晚会 敬请关注 春暖花开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2012年8月 温暖中国 大型电视活动 正式启动 数月来 温暖中国 节目组 与各地媒体联动 陆续在全国 13个城市 开展了 身边好人的 推荐活动 成都全搜索网站 彭城晚报 青岛晚报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大庆日报 半岛晨报 金晚报 长州电视台 五介复联 扬州日报 活山电视台 辽神晚报 大和报 等16家省市级媒体 与温暖中国一道 共同搭建百姓平台 来自四面八方的普通人 纷纷用自己的理解 全是幸福 温暖的是儿女情 温暖的是父母恩 温暖的是夫妻情 温暖的是 在平淡的生活中 通过每个普通人的付出 而建立起来的 质朴真诚的情感 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好人们 即将登上舞台 与观众共同分享 他们的幸福故事 身边好人温暖中国 欢迎各位的光明爷 感谢电视之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这里是向幸福出发 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谢谢 在此要感谢 一直以来呢 对向幸福出发栏目 支持和关注的观众朋友们 那节目播出了18个月之后呢 我们累计呢 有700多位主人公 在现场和我们共同分享了 他们平凡的故事 那向幸福出发栏目呢 专门推出了特别制作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这几个月呢 我们的节目组合各地的媒体联动 在全国13个城市开展了推荐身边好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呢 这几天我们都会陆续的把这些身边的好人 请到我们的现场来 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呢 在此一表感谢了 那也要感谢山东金号 一直以来对本节目的支持 来 向幸福出发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正在播出的是 向幸福出发的特别制作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为了向所有好心人表达 谢谢向幸福出发 来我们准备了 由山东金号 一十家提供的精美礼品 每天我们在展播期间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不同的主人公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分享他们 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这个故事 温暖中国联手江西电视台 都市频道走进江西南昌 在江西南昌地区 身边好人的评选现场 近千名观众中 他用他的质谱 感染了评选现场的观众 那我们为了 我们走江西的区民 英雄英雄 加油 1997年7月 29岁的玉山县女 汪敬鸿 和在县人民医院保卫科工作的张慧君相识相恋 不久两人结了婚 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然而天也不测风云 2000年3月 汪敬鸿的婆婆李布兰得了乳腺癌 接着是张慧君的大女儿得了白血病 而又在4年前 小叔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由于手术不成功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随后周里得了尿毒症 丈夫张慧君也在不久前被查出了感应化 血上加霜的近况 让原本温馨宁静的家 再也找不到往事的欢声笑语 而最大的难题 是高额的医疗费 活泼的乳腺癌在花去十多万的手术费后 病情终于得到好转 不仅如此 每个星期小叔子一家吃药 做透析要2000多块 随后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 汪敬鸿只好把房子卖掉 全家人挤在了只有28坪里的医院家属房里 爱美的汪敬鸿结婚后 没有买过一件超过30元钱的衣服 家里太紧张了 钱都花在医治病人的身上 我觉得还是自己 节约一点 把他们的病治 蛮好的 现在年轻的人来说 别个是做不到的 别个做不到的 这位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来自江西的汪敬鸿 你好 你好 请坐 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我来自江西省山瑶市玉山县 家里几口人总共 总共七个 七个人 五位病人 他们都是谁呢 是我的婆婆 还有小叔子 弟媳妇 再还有我的丈夫 还有我丈夫的前妻大女 你丈夫是什么问题呢 状况 她得了那个糖尿病 还有肝硬化 你们俩结婚有多少年了 有15年了 您刚刚说到丈夫的这个女儿 也就是说是和她前妻的孩子 对 就她是她 你跟她是第二次婚姻了 对 那您嫁过去的时候知道她有一个孩子 有顾虑过吗 刚开始反正有一点嘛 在后来我觉得她对我的妈妈啊 还是对我的家人都蛮好的 你一个人照顾这么些 就是身体有状况的 这照顾了多少年呢 有十几年来 其实挺难以想象的 就是一个女人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家庭重任 要照顾这么多的人 我特别想问你是什么支撑你这样走过来的 我觉得她们都是我的亲人 就是一家人嘛 你觉得你没有理由抛弃她们 不管她们 对 刚才说到丈夫的病情 还有婆婆 婆婆身体也不好 婆婆身体什么问题呢 是乳腺癌 得了乳腺癌开了刀的 还有小叔子 小叔子是精神分裂症 还有 就是弟媳妇尿毒症 那你每天除了在家里 要很多的家庭琐事 要捆住你大量的时间 我觉得这医疗费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问题 对 我生活在我的娘家里 借了十几万 还有朋友亲戚家都借 借起来以后 就给他们做手术 那你现在自己还在工作吗 我现在在家里 办起来个小小游乐园 我资料里看到的 还卖房子 摆过地摊 当时什么情况下就要卖房子呢 因为他们的治疗费不够用 每天多 像地球都要做血透 像我妈妈还要吃药治疗 我丈夫每天 他弹尿病也是靠打胰岛素维持生命的 这么十几年你累不累 我觉得不累吧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应该照顾他们 这些亲人呢 由于身体上的状况呢 今天不能全部来到现场 我们先请上汪静红的丈夫 还有婆婆 有请 有请 二位好 请坐 您好 您好 请坐 张慧君先生 先说说 您当时是带着孩子 您的女儿当时多大 和汪女士结婚呢 汪女士当时是十岁 十岁 对 汪女士冒昧 您是在嫁给张先生之前 您是姑娘 那您怎么就看上老张了呢 我觉得他人挺老实的 他挺喜欢帮助别人 其实对你照顾的好吗 非常不错 而且全家 全家 他都得照顾 全部 五个病号 都是我妻子照顾 他平时怎么对您无畏不至呢 从吃饭也好 家里也好 有时生气 他也一样 您还跟他生气啊 有时讲话 因为病人可能心情都不太好 你这肝脏不好 你主要是怎么得来的吗 脾气不好 你看这婆婆现在就说 孩子 这儿子 对 你让你妈说 脾气怪得很 老太太 她脾气不好吧 脾气好怪点 她给您这媳妇受过委屈吗 但是照顾她 她还发气 还跟她发气 那您不说她呀 您不说她呀 说她呀 说她呀 气急连 我都要打不出 说她 可可 您说说您这儿媳妇 我的儿媳妇 可以说在场 这段都要找不到 真是 找不到我儿媳妇 我那一个家 要不是我这个儿媳妇 吃东西了 也都完蛋 上一次住院 没多久 我上住院都花了五万多 这儿见哪儿见 我也是倒霉 都倒霉 这个家长 我又不是这个媳妇 也都没有我的名字 谁管你 谁伺候你 您觉得您儿媳妇累吗 累呀 咋不累呀 我刚才问她 她说她不累 我这个媳妇 再累 再苦的日子 她都不叫苦 再累她也不叫累 往心里咽 有得往肚子咽 讲话有时候 她不给好脸 不给好气 有得往肚子咽 你们想一想 我一个小儿子 精神分裂症 有时候跑走了 出去 他得追 我也追不上 我也不能去追 我腰又疼 走路才不是妖人 她得靠她去追 这十多年来 真的全都投入到 这个家庭当中 对自己可能 关心也很少 她一天到晚 都是得家里赚 根本都不出钱 这不所有赚的钱 都得用在 他们的医疗费用上 都没给自己 买过东西吧 账户给她买件衣服 她都退掉 多少钱的衣服 就退掉了 一个连衣裙 用多少钱的 我不知道看她 用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十多块钱 三十多块钱 你又给退了 对 为什么呀 我觉得 退得跟婆婆买件 他们衣 就衣服最重要吧 那还给婆婆买衣服 对 多好啊 我没说再多 你们找不到 你找不到 您今年高兽啊 我今年 七十四的 七十四 您觉得您幸福吗 我觉得我幸福 为什么呢 我有这个儿子跟他 这个儿子虽然脾气不好 他还说起来 他心的还是好 我的儿子 广非做事 不说话 没有怨言 看出来了 从来都没有怨言 我这个家 要是没他 要找个人 我也找死 您觉得幸福 我觉得幸福 听听张先生 张先生您觉得幸福吗 您觉得什么是幸福 我非常幸福 因为有这样好的妻子 家里任劳任怨 我感觉他非常幸福 欧女红你觉得幸福吗 觉得他们身体健康 生活上平平安安的 这媳妇就是为家套牢 所有的愿望都是为你们许的 这个家都可以有了您了 谢谢您 祝您健康 谢谢 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 《向幸福出发》的特别之作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的故事 温暖中国联手 徐州暴夜传媒集团走进横城 在海选现场 他们的爱情故事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996年的一场车祸 让范健失去了原本健康的身体 让一个青春朝气的小伙子 不得不终日与轮椅相伴 一次偶然的电台点歌节目 让范健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李美玲 善良的李美玲 活泼爱笑 凭借着两人电话聊天建立起来的信任 依然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 千里迢迢来到徐州 默默的照顾其范健的日常起居 这一照顾就是五年 在五年的时光里 李美玲每天都要帮助范健 穿衣吃饭 按摩翻身 清理大小便 收拾家务 有人问他图什么 他总是笑笑说 就是凭借着一份简单执着的爱 只要他在 家就在 你照顾我 照顾他那么无为独自 现在能够坐起来 沐浴的阳光下 真的都是你的功劳 这次来向你说说 谢谢你老婆 你也辛苦了 现在在我们现场就坐的 就是范靖李美玲夫妇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请坐 颖哥你好 先跟范靖聊一聊 范靖能跟我们说一下 您的身体状况吗 可以的 我的身体呢 是在1996年的时候 一场车祸造成我高位结胎 从肚脐往下没有知觉 肌肉和筋萎缩得也比较厉害 这个状况维持了多长时间 从96年到今年 已经有17年了 你俩认识多久了 从认识到结婚 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10年了 10年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有一次我听广播 听到有好多人 给范靖 就是说点歌 我说的就是非常的好奇 我就想是怎么回事 那么多人给他点歌送祝福 我就 他留下电话号码 我就和他联系了 他刚说很多人为你点歌 是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开了一个喜乐热线 在这个热线当中呢 就是认识了很多的 就是在这个心灵上有残疾的 这些朋友 我在电话里呢 对他们安慰 给他们带来帮助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感恩之心 所以说就通过我们那里的这个广播 给我点歌 给我送祝福 表示对我的感谢 你们这样通电话通了有多久 说了有几分钟 之后呢 第二天就见面吗 没有的 那这个电话一直在维系 两个人的那种情感 对 是通过有多久才见面的 大姨就是两年之后 两年 对 我的天哪 那我怎么听说资料里说 是你辞职了以后去他家的 我先慢慢问啊 你这打电话 打了有两年的时间 怎么隔了那么久 想到要去他家看他了 就是 这个心理上是怎么转变的 你是聊出感情来了吗 真的 是的 我很佩服他很大胆 有爱往前冲 所以人家你看 有了美满的婚姻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 你跟人家先说什么来着的 因为我就是说 我认识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非常想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因为知道他身体不好嘛 也就看了是到底是生活了怎么样 你们俩见面谁先说话的 他 是我 你说什么 我就说 我说你好 我说你 知不知道我是谁 当时 对 没见过面 当时我就在那一个小黑屋子里躺着 然后突然 摊出一个头 他问我 就是 知不知道他是谁 我就是 仔细地求了一求 我但是 陌生的一个面孔 就是个美女 他看到我在床上躺着 就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呢 他就想 在那里看看我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你为什么执意去要照顾他一辈子 因为我感觉 要是像他这样身体不好 家里照顾了 一定是 一切都挺重要的 而且等我到他家里的时候 看到他父亲在地里那么浓忙 而且对他照顾人也不可能知道 我就想我要留下来照顾他 资料里说到半斤你第一次还回绝了李美玲 就是我知道我自身残疾的 就是状况 而且连生活都不能自立的一个我 我也不想接受一个健全的一个女孩子来和我一起生活 因为这样呢 对他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而且呢 我也不忍心 也不愿意这样连累他 他是这样回绝你的吗 是的 你怎么回应他 当时就是说 我不管他说什么 我就非要留下来照顾他 其实我觉得男人和女人 你看对待感情就完全不同 女人吧 一旦喜欢上一个人 真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喜欢上了 就一头逮定去了 就出不来了 在我回警察的时候 我也给我的 李美玲说 你如果要是选择了我 那么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人 什么都不能做 做一个男人 最起码的要能够 为这个家能够在这个经济上 能够做出自己当做的 然而我作为一个男人呢 不能支撑一个家 我也不会做一个男人 除了说你以后 会在这个生活各个方面 都会很困难的 也会有一天会后悔的 所以说我不能够接受你 你俩是哪年半的婚礼 2010年 2010年 当时父母同意了吗 他没有得到家里的祝福 也没有 是的 婚礼的现场 娘家也没来人 我们这里有两针 二位新婚的照片 来分享一下 导播 你看你高兴的 你照片 你特上相 你可以当主持人 这个生活 我觉得一定是不容易的 跟我们想象当中不一样 每天可能就是照顾丈夫 能告诉我们 你们每天的生活状况吗 早上需要为他做些什么 真我要做些什么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为他翻山 因为他自己不能翻山 我要为他翻山 翻好山之后 让我再去做早饭 做好早饭之后 再给他盛好 你会经常带他出去散步吗 如果要是我没有别的事情 我会带他到外面去转转的 其实在他照过我的 整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艰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照过我 因为我身上 已经长时间在床上 睡着有肉疮 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那个肉疮烂得相当的大 而且那个气味也特别的刺鼻 骨头都漏在外面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过护理的时候 都是心惊胆战 手过换药的时候 都是哆嗦的 但是呢 因为他对我的这份爱呢 他就是克服了这个 所以说呢 在我爱人的细心的照顾下我的肉疮 逐渐的好起来 当我的肉疮好了之后呢 他就是慢慢的帮助我锻炼在床上坐 由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一直到一个小时 然后呢 从床上 他还把我抱到轮椅上 我还记得第一次他抱我出去的时候 他抱你能抱动吗 你有多少斤 我当时有八九十 八十多斤九十斤的样子 你呢 他也自己 我也有九十多斤 但我觉得你因为 就是虽然是坐在轮椅上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很高 你看人的感情用在那 一米七三嘛 人的感情要到那 那一个蚂蚁 一个米粒他都能扛起来 因为他要吃 一种爱的力量 他的感情放在那 怎么说你呢 我觉得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孩 坐在我们的面前 就觉得你很强大 很勇敢 你知足吗 我非常的知足 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我觉得幸福就是 能够和我爱的人 和爱我的人 在一起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生活 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我觉得就是 能够每天看到 范静 身体健健康康 快乐乐的 这就是我的幸福 他一直在为对方 着想 范静你又向你媳妇 表示一下 表示你的爱 有的 我就是为她 准备了一束鲜花 你看范静准备这花 李美玲你就是这样 一枝独秀 含苞带发 快 你拿着 在这里呢 我要对我的老婆说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日日夜夜的照顾 谢谢你对我的爱 你辛苦了老婆 我永远爱你 而且 再来生 我也要和你 永远地在一起 并且那个时候 我要照顾你 谢谢你老婆 两人在家里 都这么多爱 谢谢你老婆 哎呀 真相亲如瓶的 真客气 李美玲 我觉得你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 因为你心中的爱是 就那种爱 我觉得特别伟大 我就是看着你们 这样一天天走过来 我相信 你肯定有很多的不容易 我希望你好好珍惜 你让自己慢慢地健康起来 这是对她最好的回报了 好吗 好 谢谢二位 来祝福他们了 好 送她一首好听的歌曲 有请蓄力阳刚 送出的光芒永恒 出的光芒永恒 欢迎光芒永恒 欢迎我 打破寂静的沉默 你坚强的笔帮 为我把风吹发 你温暖的笑容 为我护平感伤 你温暖的泪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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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温暖的胸膛 让今生的光芒 像天然的火焰 不管多远 今考情节 让我们的梦想 飞上蓝天 闭上双眼 飘动心间 让今生的光芒 像天然的火焰 不管多远 今考情节 让我们的梦想 飞上蓝天 触摸我 触摸我 有你的双手 感动我 拨开黑夜的寂寞 你忘我 有你的双手 唤醒我 打破寂静的沉默 你坚强的地方 为我把风捡 你温暖的笑容 为我护平感伤 你独人的泪静 为我前行的力量 你宽阔的胸膛 肯定了我的方向 相信自己 相信天 让我们肩并肩 决心 用 向前 多山多高原 路多艰险 让我们肩并肩 能不改变 终于频道 想幸福出发 特别节目 温暖中国 颁奖晚会 重磅推出 温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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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中国大型电视活动 为生命的美好和精彩努力 推荐生命的好人 温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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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身边的大人故事 温暖推荐团 亲情推荐生命的好人 让我们为生命的美好和精彩努力 推荐生命的好人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 让我们用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们为生命的爱 坚持加油 让我们为生命的美好和精彩努力 推荐生命的好人 温暖中国 珍藏生命中的感动 厚重厚爱 传递重能量 让我们共同见证 人间真情时刻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颁奖晚会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 向幸福出发的特别制作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这个故事 温暖中国 联手大连 半岛城堡 走进大连 他用他的故事 温暖着我们 祝瑞武从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人来人往一大方 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呼吸孩子几张床 而是上户下户一大家 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大家庭 而是一个充满爱情与温情的聚居地 祝瑞武将无家可归的流浪的员结回家 公吃公住 一公就是几年 这就是老猪家里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个上下铺床的原因 在老猪众多的爱心项目中 对于帮助空巢老人 他总是不遗余力 现在 他也是很多老人心中的好儿子 先好 先好 然而这个好儿子 却充满对母亲的愧疚 到家后来 我妈妈那是夏天去世的 也就是这个人在家用病 用电梦站 放了一个礼拜 最后我也没见到一面 这是我一生梦最大的事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朱瑞武 甚至在一些人眼里 他是傻子疯子 但只有朱瑞武的心里明白 他收获的是幸福与快乐 也只有那些 接受过老猪帮助过的人 才明白 老猪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得爱 最值得爱的人 这位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来自大连的朱瑞武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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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说 您做义工有多少年了 三十年 多大开始做义工呢 我从十七岁 您是大连人吗 我是在这个十六岁的时候 从江苏老家到大连进州的 什么机缘巧合 让您会想到去做义工这件事情呢 它是这样的 也就是三十多年前 我们家非常困难 听说大连能赚钱 就上大连去打工了 下船的时候 兜里面就只剩三块钱 当时呢 就想到一个饭店讨饭水喝 没想到这个老板娘 不但是给了我这个水喝 还给我下来一碗面条 也就是在我要给她钱的时候 她怎么都不要 当时我就那种性情啊 就没法用语言来含量了 就是非常的感动 我在心里就暗暗下决心 当我要有钱了 我要入市有能力了 我肯定也要来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这几十年来啊 朱瑞伍先生呢 是为了帮助别人 把能卖的都卖了 甚至包括自己的床 还有就是 让十几位流浪的人员 和残疾人住在自己家里 把能卖的都卖了 床都卖了 床都卖了 你干嘛呢 这就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我自从有了 也从我赚钱开始 我就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谁有困难 我就拿他一把 就帮他一把 后来呢 我买了房子 有了房子以后呢 我们家的门 是从来不上手的 家里呢 全部是上下铺 也就是方便那些 来住许的那些 随时随地可以来 后来又遇到一些困难的人 完了没有钱了 我把我的钱都花了了 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我就把这些东西全卖了 凡是之前呢 几乎全部变卖了 连床都卖了 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 但是我有住的地方 我会原来我会服装手艺 后来完了我还学会了 开手修手 疏通下水道 你们家最多住过多少人啊 最多家里同事住几十个人 啊 住满了人 一袋大米就是三天两天 五十斤的大米一袋 就三天两天就吃了了 你第一任妻子和你离婚 离开你 不会是因为你这样 不管不顾的去帮助别人吧 嗯 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这个原因 完了他一开始跟我一起做好事 做啥事 后来 离婚以后我体验到了 我做过头了 对啊 这么多的陌生人住在你家里 当时你有没有后怕过 因为可能很多人 一点都不了解 其实人家人家 有人那才叫家 有人都夜闹 都快乐都开心啊 而且来说 当你帮到别人的时候 那你都快乐都开心啊 没当帮别人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一碗面条 我就是回报那位好心的大姐 所以这个爱啊 真的是那种传递型的 就是在您最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人向你伸出一双手 没有想到这就拯救了一个人 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温暖 住间正现在的妻子 她也是一名义工 两个人把洞迁的房子呢 给农民工作结婚的新房用 我住的是旧房子 因为我们地方政策 就是洞迁后分了姓房 我把这个新房装修后 我来专门给那些外地 到大林打工 没有地方住的农民工 为他们提供这个蜜月之家 让他们结婚用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期待了二十对新人 您就应该给他们办一个集体婚礼 他就是以帮助别人为最快乐的事情 你看到他说到他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 他说说说自己就会笑很欣慰 因为帮助别人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今天有很多您帮助过的人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掌声 有请各位 有请 季晓雨母女 张雨 樊秀娇 你好 请坐 来我们都站着吧 季晓雨母女 跟我们说说你们眼中的这一位好心人 好 我女儿呢 死2008年9月25号 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当时她住在ACO里 一天呢 住院费用呢 抢救费是2万块钱 到时候我和我丈夫俩呢 一个月钱工资才2000块钱 干嘛 大夫说了 就算这小孩救活的话也是个植物营 我们家就是真的是天哈下来的 干嘛就没有能力救这小孩 就是我们准备要放弃的时候 有一天呢 大早晨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她说 她是一公姓朱 叫朱瑞武 我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你是季晓雨的妈妈吗 我说是啊 她说我知道你家晓雨处事了 那个我也知道你家 我也了解到你家的情况 晓雨妈妈 你不要放弃孩子 孩子害死你的名根子啊 你一定要坚持住 天塌下来 有朱大哥给你顶着 你钱的方面 全是朱大哥来帮你想办法 我当时听了这话 也不是真是假 我就说我对象 我说救这儿 我就找鬼子有救了 找鬼子有救了 9月28号前的结果 9月29号就是我女儿的3日那天 朱大哥就拿来了第一次 拿了两万块钱来 帮我把人家被自己解救了 后期呢 就是孩子在医院抢救了 是总共一年半多时间吧 在朱大哥不离不弃地帮助一下 晓雨就活了 见见我卷 没有朱大哥就没有我晓雨的今天 也没有我这个幸福的家庭 我的第一次生命是爸爸给的 第二次生命是朱大哥给的 我很感激朱大哥 如果没有朱大哥的帮助 就没有我的今天 就没有我的现在 谢谢 特别温暖 得到朱先生帮助的 还有助学 朱先生帮助你们助学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张雨 我认识朱叔叔呢 是在98年 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一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 家里面有姐弟三个人都在上学 然后呢父母没有工作 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然后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办主任跟我说 外面有个人要资助你学费 当时我觉得难以置信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 然后那个人呢就是朱叔叔 然后到那儿起啊 我就住到了朱叔叔家里面 从死之后的衣食住行 包括学费什么的 全是朱叔叔一手包办的 直到我高中毕业以后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韩秀娇 今年大三了 在十多年前 我的爸爸因车祸去世了 那时候家里经济特别困难 还有欠债 当时我十四五岁 那时候正值青春期的时候 内心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自卑 当别人谈到 你是担心家庭的孩子的时候 我就好像 触到我内心的最痛处 我受不了别人这样说我 但是遇到朱爸爸的时候 我一切都改变了 他告诉我 你什么都不要怕 有朱爸爸在 你怕什么 我再次感谢我的朱爸爸 谢谢你 朱爸爸 你 我也想说 你们好 我叫李强 我也是 在四年前 与祝爸爸认识的 我在自农村 家里边 爸爸谈及 上师劳动能力 小弟弟念初中 而且我又读大学 家里只靠母亲一个人 送了私母阿芬蒂来维持生活 在我刚来大学不久 即将面临着 错学 因为我不能 支不出那个学费 当时 祝爸爸找到了我 给我交了学费 让我完成了我的大学梦 我之前觉得 我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 完成了我大学梦 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 去孝敬我的父母 去让我的亲人过上好日子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这真 这只是一个小爱 而像祝爸爸那样 去帮助身边的人 帮助有困难的人 这是大爱 说得特别好 祝先生 您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 给他们的生活 送去了阳光 也给他们送去了温暖 老话说得好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您幸福吗 祝先生 幸福 您觉得幸福是什么 能让别人幸福 能让别人问难 给别人幸福 给别人问难 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好 也祝你们 都幸福平安 谢谢您 谢谢您 老祝 谢谢您 欢迎回来 正在播出的是 《向信》 中发特别制作 身边好人 温暖中 我欢迎继续做到 再来关注一个故事 接下来这位委托人也来撒脸 这里是长海县大长山岛三观庙村 三观庙村99岁的王玉英老人 与往常一样守在窗前 等候着一个人的到来 王玉英老人 王玉英老人天天等的这个儿子叫刘龙 是长海县宫殿局的一名职工 每天中午无论多忙 刘龙都不和妻子赶来给老人做上一顿可口的午饭 陪老人聊天吃饭 再干点儿所说的家务活 这种其乐融融的家政氛围 从三十年前开始温暖的这个原本冷清的家 我没曾想到这么些年 一直守在她身边 照顾她这么好 她又说了 要没有人叫刘儿一家 她活不到今天 她可能早就不在意识 比自己养的人也还想消失 这次是因为老婆的群 跟家里辣 一半月多不多 这次一半年多不多 在妻子王立军的记忆中 刘龙只有一年是回老家和父母过的团圆年 无论有多么箭子 我也都要把老爷造物 让老爷爱上了渡过晚年 这二位呢 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来自大连的刘龙夫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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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其实在短片当中 大家都了解到 您是照顾一位老人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三十一年前 我是82年当兵 从福顺来到大连市长海县当兵 当时我当卫生员 当时我们营部有一个 他就带领我一起到餐家去 我是卫生员 有时候老太太病了 小病啊 还能给瞧一下 对啊 我就去常见病 我一半给去 砸症了 送点药了 当年你多大 当年我十九岁 老人多大年纪 老人六十八岁 六十八岁 那您退伍之后怎么办呢 退伍之后 当时我考虑了 我一些是我家有父母 都在老家是吧 对对对 在这边还有老人 我平时和他相处 确实处得挺好 依赖你了 对 我对他确实有感情 所以说 我依然地留在长海县 照顾老爷 一开始我们讲到 这位老人 跟您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如何就 非常的依赖舍不得呢 是您依赖老人 还有老人特别依赖您 离不开您了 当时我看到老爷 孤苦伶仃 生活特别困难 他平时挑水都没 我当病假 就是为他挑水 买煤了 他家有菜地 我给他料理菜地 一些家里日常生活 家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 有点力气的活 都给你来干 其实是老年人 是依赖了刘先生了 是吧 那我 我就是特别想问 因为您退伍了 自己的父母也在老家 又有一个这样的老年人 需要您的关爱 你当时有跟自己的父母 商量过吗 当时我跟父母说了 我父母 也是很痛情达理的 刘龙当年呢 为了照顾老人 因为素不相识的老人 放弃了城镇户口和工作 三十多年 没回过福顺过年 都是陪着老人 对吧 也没有对父母亲 所谓尽孝 父亲在病重的时候 也没守在床前 确实 我觉得对不起 就是我的父母 我父亲病重 今年已经去世了 我在他病重期间 我没有回去看过他 为了照顾老爷 这么些年 我觉得太愧对我的父母 老人一来到您什么程度 比如说一天您不在 他会想念念到您 一天不在 现在我给他按了电话 就是拿电话 就给我打电话 九十九岁 九十九岁可以打电话 就是把号码 我的和我爱人的 都给他竖进去了 第一个见的 对 第一个见的是 第二个见的是我的 他一有事 把见的按住 他一般一天 给您要打几个电话 有时候四五个都能打 那今天您来我们节目现场 他一定想死你了吧 这一出去那么多天 跟电视机前的老太太 说几句话呗 姥姥 我现在在北京的 我录制完节目 我就回去照看你 请你不要挂念我 问一下刘先生的妻子 刘先生 你老公这样 你有过怨他吗 因为他有很多的精力 要分支在老人的身上 我没有怨 他怎么干 我就怎么做 反正他怎么照顾老爷 我就跟他怎么照顾老爷 刚刚也是 有次给他 他男的嘛 手也走 脚 反正甚至也走 反正老太太洗澡 可以上厕所什么 我就我给他扶他上厕所 天天给他洗澡 换衣服 一般都是我 您觉得您嫁给他幸福吗 特别幸福 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 一嫁一年 和和睦睦 团团圆圆 身体健康 也就是幸福 三方老爷 您 对 三方老爷 您幸福吗 我觉得 他老爷 组成一嫁 非常幸福 我祝愿老爷 永远健康 祝愿全国老爷 平安 幸福 永远幸福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福利 都可以善待自己的老爷 一家人欢聚一趟 祝妈妈画家大手 欢歌笑 雨喜喜扬扬 懦留忧伤心头 啊妈妈呀 祝您长寿 祝您长寿 儿子儿媳 百花家 生业 请就 祝您长寿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儿女 飞浸心心血 儿女们 记在心头 祝福年老 万年过得好 请你这杯美酒 啊妈妈呀 祝您长寿 祝您长寿 对你福也 向你的夫妇 敬酒 祝您长寿 一样的孙子孙女 他们也向你摆手 天天跳起 混了的舞蹈 祝您幸福长寿 啊妈妈呀 祝您长寿 祝您长寿 传子孙女 站在你面前 敬礼祝您长寿 祝您长寿 祝您长寿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大型电视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幸福的喜爱人 推荐身边的好人 加油爱 让我们唱出来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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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推荐团 请请推荐身边的好人 让我们每身为之量 推荐身边的好人 温暖中国 温暖中国 让我们用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们为身边的爱 坚持加油 让我们为生命的美好和精彩努力 推荐身边的好人 温暖中国 珍堂生命中的感动 互助互爱 传递重要量 让我们关同见证 人间尊情时刻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颁奖晚会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正在播出的是 向幸福出发的特别之座 身边好人 温暖中国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这个故事 温暖中国 联手 常州电视台和武器复联 走进江苏常州 在江苏常州 身边好人的评选现场 她的故事 打工了我们 照片中 这个爱笑的女孩 名叫王贱 出生八点后 被医生诊到为脑瘫 浅浅是厂州 一家爱心社的一名 父亲王志向 已成为了爱心社的一员 她父女两个 我觉得是在我们 这个集体中 感动了很多人 容金 女儿犹豫突发疾病 在今年一月份 离开了这个世界 女儿一直以来的想法 就是帮助别人 即使是残疾人 依然可以互相帮助 她能够参与到 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 不是作为受责者 而是作为一个 机遇者 支援者 这个是让她 感到着一种 发自内心的一种 一种怀疑 她也能够做事了 她都很开心 带着白法人 送黑法人的温度 王志向 接过了女儿手中的 爱心接力抱 她觉得 这一件爱心 不断地传递下去 远在天堂的女儿 才会宽慰 向大家介绍 王志向先生 应该今天来的是两人 那要慢慢说 王俭是您的闺女 这是王俭是吧 嗯 跟你长得特别像 你能给我们 简单地做一下 自我介绍 也介绍您 也介绍介绍您的女儿 是这样 我是江苏长州的 我女儿呢 她出生的是 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小孩 八天放高烧以后 就是我们当时也不知道 后来跟人家的孩子 都能走路的时候 她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们认为 既然我们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就要对她要复制 并不是她瘫痪了 我们就好像说 不管她 肯定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把她治愈的时候 我们认为呢 就是要让我女儿 能够不管怎么样 要让她生活得这样健康了一样 开心 她是个乐观的人吗 对 对 在嫁的时候 她是非常一个可爱的 她每天都是可爱的笑容 生前您的女儿也是一名义工 是什么个情况 那是后来 因为我女儿 她到二十岁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 当时她妈妈在有一次广播里面 跟那个谈话寂寞 刚好是二月四四号情人节的时候 她给我女儿点了一首歌 这首歌呢 就叫 真的好想你 不过以后 我女儿一听 马上就哭了 因为她妈妈给她抵了这么一首歌 而且呢 就是说到她的心里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五金长州的那个广播电台 就过来到我家来 为我们女儿做了一个节目 后来从这次以后 等于说就是给她打开了一栓 飞向自由世界的窗户 去抱住别人 那这样以后呢 她就感觉到 我不逼真让人擦 所以她后来 她一直非常的自信 您也为了配合女儿的这个工作和志向 您也做了义工 我们到长州以后 看到我们长州有一家爱心社 这个爱心社呢 也是一个残疾人 是高外集团的残疾人 叫王德林 跟其他的就是 也有个残疾人 朋友 还有一些年纪亲人 就是根据广播电台 上面有人需要帮助的 他们就去 几个小青年就去帮助她 我女儿看到这样以后呢 她说我也要参加这个爱心社 当时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 她能做什么呢 我女儿能做什么呢 她什么都不能做 那因为我当时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以后我就说 我就陪着你去做 我去的这怎么做法呢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家爱心社里面有 至少这里面好多都是残疾人 身体不方便她怎么帮忙呢 是这样的 她就是靠我去帮忙啊 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一个福利院的就是残疾人 她就告诉我 这样的孩子更比我可怜 因为我还有爸爸妈妈 但是他们爸爸妈妈都没有 家都不知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我们尽量去看他们 看他们 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 我们去帮助 她是从到一家爱心社以后呢 她感觉到我也能去关心别人 也能够帮助别人 当然说她的对关帮助 不是说她真正自己有什么能力去帮助 她能够教我去帮助人家 她有存在感 她有成就感 因为我们一家爱心社 后来有一个办公的地方了 有一个活动的场所了 因为那个地方需要有人这班 我女儿主动就提出来 她也要这班 其实女儿是有一个爱人的心 有一份爱心 然后由你来帮她完成 这个就是爱心社的吧 这个就是爱心社的了 我原来参加活动 就是我们两个人嘛 王先生 您女儿这个离开了之后 也是为她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是吧 是 后来呢就是因为去年 就今年1月45号呢 突然的就是发肠根柱 就抢救也没来得及 一风就不到12个小时就走掉了 我女儿走了一个月的时候 就是跟姐姐妈妈 我们俩想 就是要我要想 完成我们女儿的那些梦想跟遗愿 那我们呢一定要帮她 说实在在地做下去 所以我们决定的就是说 从今年开始 每年就是给一家爱心社 一万块钱 就专门用于什么呢 让残疾人走出家门 能够寻找幸福 那如果我们要问您 王先生您认为什么是幸福 您一定会讲 像女儿把女儿的这种爱 把女儿的这种没有完成的工作 继续工作下去 这是您的幸福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女儿一直说的 她说吃萝卜盖 咸菜 没关系 住小房子也没关系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好 那就是她的想法 那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稳定喜爱的工作 一个和睦的家庭 就是幸福 但是这个是简单的幸福 我认为 真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呢 我想 就是说我女儿的 她的想法来说 我认为 要更紧一步的话 如果一个人幸福 你幸福得起来嘛 也就是说 要大家都幸福 就是说你能够去帮助人家 让人家也幸福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把爱播撒到每一个角落 谢谢您 谢谢您王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你帮我 我扶你 乔军送给大家好听的歌 帮我扶你 帮我扶你 个人家也送到一元里 送你到一元里 你又难过来帮你 谁都有嘴巴嚞忙 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依 情人情敬在天地 心情人我负贴你 就是负贴我自己 你负贴我 我负贴你 负贴人间美丽 负贴人间美丽 你负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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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的特别制作身边好人温暖中国 为了向所有好心人表达吸引向幸福出发来我准备了由山东金号衣食家提供的精美礼品 我先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故事 温暖中国联手金晚报走进天间 金晚报的德耀金城和身边道德感动三六五两个道的栏目 不推上了三把多个好人典型 他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这是一间别有特色的发屋 发屋的老板娘被联居签起来叫做陆姐 跟别家发屋不同的是 陆姐的发屋里 盖满了联居送来的字画 二十平米不到的发屋 录制的异常温暖 常常很满为晃 鸣军们来发屋不光是地方 更多的是找陆姐 还有解难 这位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陆俊英 你好 欢迎您 来自天津 你好 请坐 陆女士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在天津干嘛呢 她说这话 这个正宗不正宗啊 天津话 不正宗 我老天津呢 我 我是 从事理法行业的 86年 就是改组以后 就是在社区呢 嗯 开了一个理法店 理法店面向的群众呢 就是社区的群众 嗯 老少皆宜 嗯 神明就是 您得捡个头贵吗 多少钱一个头 我是86年 刚开业时候才五块钱 现在呢 现在就是 涨到八块钱 那也不贵 不关系 那您看我这样一个头得多少钱 他得贵一点 您点贵一点 贵多少 头发长 二十块钱 哈哈 这贵太多了 我这一个头二十块钱 哈哈 那都是给街坊邻里的 对 里头发 有给他们免费里头发吗 嗯 免费的也有 但是来讲人家就是 给你买东西 嗯 人家也很不老人 人家对我也都挺关爱的 您说这老少 呃 少是怎么一个理法 少的就是包括就是 百岁的 啊 剃胎头 剃胎 对 剃胎头 老的呢就是出不来的 行动不方便的 行动不方便的 然后就是有病的 上门服务吗 上门服务 随叫随到吗 随叫随到 因为我面向的就是社区 社区里头就需要这样的人 嗯 对吧 他有时候做了手术了 身体不方便了 需要我我就去 您学过化妆吗 嗯 我学过化妆 我是失业以后就是 天津市就拿着失业证呢 就是免费学习化妆 我就学习化妆去了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 在社区在为大家服务期间 您化的最多的妆是什么妆 就是临终的人 有一个临终的就是 嗯 老的咱就不说了 很正常死亡 就是年轻的 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人 他得了是胆囊癌 然后当时他那个 他的姑姑呢 也是我的顾客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陆姐 那个我有件事求求你 你要不好意思 你就可以拒绝 我当时想求我的人呢 只能是理发 我不会办别的 我说行 他说你上医院里头 给我兄弟媳妇 理理发了 行吗 我说行 然后我就 我说咱中午 中午那边我人少 因为我这理发店就我一个人 我中午锁上门 我就上他去了 我说我需要不需要 给你买几个苹果 当时我没想到他快不行了 到那一看 他是胆囊癌 连头皮 在眼睛 所有的地点都慌了 给小小头 给你修修眉 刮过脸 对吧 让你干干净净的 我就这样想干干净净的 走完你人生 我也心里呢 我觉得呢 我也挺坦然的 你有忌讳吗 就是别人让您做这样的事 是你忌讳 那你面向的这些人群人求你了 必定 你说你也有点去啊 我的想法就是 不让人带着遗憾的离开 我能做到的 我尽量做到 社区里还有一个最年轻的 才四十多岁 他是乳县 也是别人找我路姐 你给小平搅了头去 因为他大小便都失禁了 他坐着那个椅子上 就是有挖个空落 坐那儿 我给他捡完头 捡完头以后不久了 也就是离开了 我们也听出来 其实陆俊英女士就是 街坊邻里的好邻居 大家有需要 剪个头 理个发 化个妆 都会这个 甚至上门服务 对 就是为大家寻个方便 对对对 热心肠的一位阿姨 其实好像陆俊英女士说的 都是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滴的小事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事要从别人的口中来了解一下 我们有请今天来到现场的陆俊英女士的各位邻居 结实陆俊 你这发型是她给你做的吗 我刚刚讲说 是 跟我们说说您眼中的陆俊 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的陆俊 她的一般的理发师呢 可能她有她的优势地方 因为她毕竟看书看报看电脑 她捕捉和搜集了很多的东西 您看她那小小的发屋嘛 其实呢 她不单一的是理发 她成了聊天站了 什么夫妻的矛盾呢 婆媳的口角了 或者说小两口的有些个摩擦了 很多人都要到她那去聊天 到她那 诉说 有的真着急真生气 都掉着眼泪去倾诉陆俊 你看她怎么办呢 她面对不同来的这些的 就来来往往这些的客人们 她不一定是来理发的 就是来聊天说话 素家常的 她排解 她排解一下自己的苦闷 忧愁 她特别的耐心 她要亲自去加房 有时我就觉得 她已经超出她的本职工作之外 就是一句的贵阿姨了 是 但是她呢 您看她刚才说的 比如说老肉 病残孕 特别刚才说的这些 林中的人们 不仅去医院 要到家里 甚至还要是如何的 她都是亲自的去给予关爱 因为她最早是在人们 天天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国营店的一个 理发店的经理 这店里每个人都有家庭的琐事 生老病死婚丧嫁去 她都要 所以她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 据我知道的 就有的都搬走了 不在本区了 特意坐车来 还有的呢 是来儿女这探亲的 串门的 知道就是路姐那理发去吧 她过一段时间她又回来探亲了 或怎么样了 我是台里老师 中学老师 中学教师 中学老师 那您能不能给我 您怎么称呼 我是梁老师 梁老师 梁老师跟我们说说 学生时期的陆俊英 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什么样的孩子 她是个好学生 特别诚实热情 听这个老师的话 她给林药走的一些人 得病的人 她做化妆 其实呢 这挺跨界的 您听说这事 您怎么评价呢 我叫这 我这个学生 有今天这个事情 给他里 这个成长过程 分不开 特别热情 看一看 做卫生啊 干一些好事了 这个帮着同学 看作业啊 都帮着我们 今天 路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说了很多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的事儿 您觉得什么是幸福 健康 平安 祝人为乐 就是幸福 祝人为乐 他在海角 相信我 在每个生命的路口 在每个无助的时空 都有对爱的苛求 我想把真的爱向你传达 无论你在海角 天涯 都能感到 我的牵挂 请给我你的爱 请伸出手来 传递着信赖 在每个天难时刻 伸你的手 感觉真的爱 牵着手 牵着手 将我们静静的感受 当风雨 艰难过去后 那种美好的自由 我们都曾 错过幸福的意义 只希望我还来得及 去告诉你 真心爱你 请给我你的爱 请伸出手来 传递着信赖 住在这茫茫人海 真心的爱 让世界变色彩 我不再想要错过你的每个热切 期待 用爱 在明天高临之前 向你大声说出 爱 请给我你的爱 请伸出手来 传递着信赖 住在这茫茫人海 伸你的手 感觉真的爱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好心人 给我们讲了很多平凡的故事 讲一讲 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 还有电视机器和朋友们的收看 向信吴出发 再见 再见 请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给我你的爱